好 再來觀看 昨天晚上十一點多 台中市建國南路二段跟南昌路口 一輛的轎車突然從路邊切出來回轉 後方女騎士閃避不解 直接撞上了 當場被壓在車底 不斷的哀嚎 附近民眾趕快出來查看 發現女子需要幫忙 趕快找了三個千斤頂來協助她脫困 轎車突然從路邊切出來 一個大回轉 碰得一聲 後方機車直接撞了上去 救人員趕緊將受傷的女機車騎士 抬上單架並固定住 但女子表情相當痛苦 因為她一度被壓在車底下 是民眾趕緊找來三個千斤頂 才將她救出 然後我要左轉 往前走 往前走就對了 然後我一轉 就馬上那個 車位一位就發生在台中市建國南路 二段和南昌路口 十三號晚間十一點多轎車突然從路邊 開出來又回轉 造成後方機車閃避不及直接撞上 女騎士當場被壓在車底下 好在有民眾的幫助 女子順利脫困送醫後 左腳骨折身體多處插傷 目前已經沒有大礙 記者謝建宗 張毅智 林佳穎 台中 採訪報導